在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很大一部分交通事故 都是由于车辆发生暴胎而导致的 当然说到汽车发生暴胎的事情 其影响因素也是很多的 其中轮胎使用时间过长 轮胎老化的因素可能是比较主要的 所以就需要车主时刻 关注车轮的磨损状态 以便及时更换新的轮胎 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么轮胎最多能使用多久呢 老师傅表示 最好能使用多久呢 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数 不然米其林轮胎也遭不住 也是会爆炸的 在汽车的使用说明书上面 明确的说明了 更换轮胎的时间 一般在3-5年 不过 这3-5年更换一次轮胎 只是一个建议时间 与真正更换轮胎的时间 恐怕会有一定的出入 所以我们还是要 根据轮胎的使用情况 来决定什么时候再进行更换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车子一间使用期 8个小时 那么3-5年更换一次轮胎 就比较正常了 可如果有的车主 每天平均使用车辆不到2小时 那么这样计算下来 6-7年再更换轮胎也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轮胎不能出现 古包和列纹等情况 如果是出现了古包 或者是列纹的现象 即便是昨天刚更换的轮胎 也不要再使用了 紧急是更换新的轮胎 还有一种情况是 车辆往往行驶在 市区路况较好的路段 很少将车辆开到农村 一些路况较差的地方 轮胎的磨损并不严重 如果还按照3-5年 更换一次轮胎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总的来说 轮胎3-5年更换一次 是比较保险且安全的 不过还是要时常检查轮胎 是否有古包和列纹 并且时常注意轮胎的胎压 不要过高或过低 因为胎压过高或过低 都会导致轮胎的磨损加剧 不然即便是米其林轮胎 也会爆炸